大家好 欢迎收看《瑞说瑞话》 我是周瑞 要说一件令人震惊的事 情荒岛被救女神哥哥开直播道歉 结果是个骗牛亮的冒牌货 最近牛亮乱象不断 大一哥红呢 为人家门口直播甚至踹门 全红缠夺金呢 巨人老家直播敢都赶不走 如果说这些人是牛亮吸血鬼 那么伪装成新闻当事人的骗子 绝对算是牛亮白骨金 其危害有过之而无不及 你们还记不记得郑州灾害后 那位穿雨衣纪念家人的父亲 当时网上很多人要求查验他的身份 被拼没有人性 但结合这件事情 其实可以找到另一个解释 那就是这些牛亮骗子 已经动摇了我们整个社会的信任感 遇到感动 很多人不敢轻易地共情 而是下意识地先去当侦探 看看是不是真的 所以呢 在平台封杀那些牛亮吸血鬼的同时 我们呼吁相关部门 要用更为严厉的措施 去惩罚那些冒充当事人的 流量白骨金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